建国之后 新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敌特包围 对于这些敌特 毛主席把他们形象的归纳为海、陆、空 称他们为海里爬上来 陆地钻进来 空中掉下来 为了歼灭这些特务 公安部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罗瑞卿便多次部署过这样的行动 1959年后 罗瑞卿先后代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国防部副部长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虽然 罗瑞卿离任了公安部部长的职位 但却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反特工作 1962年春 得知新中国的经济变得困难时 天居在台湾的国民党 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事情有了转机 便做出了针对大陆东南沿海 实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计划 对此 毛主席以他敏锐的政治和军事嗅觉 觉察到了蒋介石的阴谋 采取了加强沿海军事力量的措施 此外 毛主席还指示新华社 公开揭露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 很快 军事和宣传两方面的措施 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国民党当局 被迫放弃了大规模军事进攻计划 改为派遣小谷特务 在沿海地区实施洗扰 以此来作为他们进行军事进攻的先锋 这年秋天 在台湾的中美联合情报中心和国防部情报局等部门策划 并制定了代号为海威和班超的洗扰计划 罗瑞卿接到汇报后 B级进行了部署 要求对通过各种方式到达大陆的美奖特务进行抓捕或歼灭 10月1日至12月6日 在罗瑞卿的指示下 解放军驻广东省海防部队配合公安战警 先后全建了九股偷渡登陆和空降的国民党特务 得知最后一股特务被围歼后 罗瑞卿的心里非常高兴 当即给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凌云打通了电话 在电话里 罗瑞卿说 周恩来总理有指示 台湾给咱们运输了这么多批特务 咱们都按例接收了 对运输大队长还得照打收条才好啊 罗瑞卿口中运输大队长指的就是蒋介石 这是在革命过程中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围绕在党周围的广大军民的共识 那么 蒋介石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 人心私定 中国人民盼望着能够和平建国 以自己的勤劳来治愈战争留下的创伤 然而 蒋介石却一心想要除掉共产党 为此 蒋介石不惜挑起内战 1946年6月 蒋介石单方面辞毁了来之不易的双十协定 他认为更换了大量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 可以轻松地将共产党部队消灭 然而 他错了 此时的共产党部队 虽然装备上不如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 但却得到了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同情 这很好的阐释了一句话 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蒋介石的命名下 用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 193个旅 158万兵力 很快便开往各个解放区 全面内战爆发 全面内战爆发后 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为了指导整个解放区的作战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的重要指示 要求人民解放军要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 争取主动 集中兵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根据中央的指示 各解放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 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全面进攻的势头 拉近了国共两军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 仅仅三个多月后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便宣告失败 不得不转向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华东为军事重点 陕根宁为政治重点 作为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役 鲁南战役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也是素玉打的神仙仗之一 正是这次战役 解放军战士们给蒋介石取了一个运输大队长的名号 12月中旬 蒋介石采取了兵分四路的策略 对苏丸地区发起军事进攻 为了迎战国民党军 解放军主力部队迅速南下 执行奸击素北之敌的任务 然而 在解放军主力部队离开后 马力武率领国民党整编第26师 和一个快速纵队趁此机会 攻占了鲁南地区的一些城池 国民党军整编第26师的前身是国民党第26军 在当年7月刚刚整编完成 是国民党军中装备最优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之一 马力武任师长 很快 素北战役取得了胜利 随后 解放军挥师北上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 解放军指挥部一方面 对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反坦克教育 与爆破演练 还对部队遇经过的地区 进行了详细侦查 保证鲁南战役中的通信畅通 另一方面 还派出侦查兵对敌军各部的驻扎地点 数量以及汽车 坦克飞机的储备情况 进行了侦查 并进行了确认 这样的准备 为鲁南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1月2日 在肃狱的命令下 山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 向整编第26师发动进攻 鲁南战役开始 战至1月4日 马利武的整编第26师 和第一快速纵队3万余人全部覆灭 整个鲁南战役历时19天 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 歼灭了国民党军5.3万余人 此外 在这次战役中 解放军缴获了国民党军24辆坦克 200运门各种火炮 474辆汽车 战获颇风 随后 解放军利用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 组成了野战军第一个快速纵队 在这次战役中 除了缴获的超多军事装备外 解放军还缴获了大量服装 罐头 各种食品 以及五花八门的枪和子弹 面对如此多的缴获 有战士笑称 这运输大队长 就是够意思啊 说的人多了 蒋介石便获得了一个运输大队长的名号 后来 国民党部队运来了更多美式装备 而蒋介石的这个名号 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对此 毛主席认为给蒋介石的这个名号 是没恰当 便沿用了下来 1962年 蒋介石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再次送来了武器装备 这让罗瑞卿再次想起了 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的名号 在调侃了一句 对运输大队长还得照打收条才好后 罗瑞卿又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对凌云说 能不能急用缴获的特务电台 给叶祥之和他的美国顾问们发个电报呢 听了罗瑞卿的话 凌云表示同意 于是 在挂断电话后 凌云便快速拟好了两份电报 报到罗瑞卿的面前 请他斟酌 看见罗瑞卿看完后 凌云请示需要数什么名 罗瑞卿想了一下 笑了笑 拿起笔 幽默地写下了四个字 知名不惧 看到罗瑞卿写的字后 凌云也会议地笑了起来 很快 这封电报便发给了 台湾国防不情报局局长叶祥之 和国民党的美国顾问们 这两封电报的大意识 呈送礼物已全部收到 今后如猛继续输送 我们仍将照例接收 发完后 报员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一封电报的大意识